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何佩玲 欢迎收看地球证词 今天播用的纪录片是环保与经济系列 荷兰城市再造 以及波克大的蛻变 荷兰在地小人稠的阿姆斯特丹 打造了独一无二的新式住宅 并且保留了景观之美 那个曾经恶名招招的城市 波克大在十年之内改头换面 佩玲诺萨市长实现了理想 让贫穷与环境相连 今天很高兴请到原汁大学 技术与设计学系阮清越教授来到现场 何老师您好 佩玲您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在纪录片 看到两个就是截然不同的城市 那我们就先从荷兰来谈起 那我们一般人想到荷兰 就会想到郁金香 风车 木鞋等等 可是他在谈到这个荷兰的地区 他谈到了一个滨海的这个社区 这滨海社区很好玩 它竟然是在一个废弃的港湾 要去做一个住宅区 可是我们知道荷兰这个 很精彩的建筑物很多 那老师您怎么看 他为什么会选这个地方来这个介绍 是这个是蛮有趣的 像阿姆斯特丹地像所有城市 像台北也一样 我们都会面对的就是 一个城市在发展过程中 有些老旧的 尤其是工业的使用 就会荒废掉了 我们就转换 像这个案例 他就把一个靠海边的地方 转成了一个住宅区 通常我们想象 在一个荒废的地方靠海边 应该会盖一栋两栋高层大楼 可是这个方案 它就完全是逆转了 它就盖我们觉得 好像没那么现代 没那么进步的低矮的房子 那这个的思考 我觉得是这个片子 我觉得很有意义的 它其实也反映了一个 时代的趋势 大概在整个二十世纪 我们就一直追求说 这个高楼好像是人类城市 跟居家的一个答案 不过一百年反省下来 我们最近看到 其实很多重要的大城市 像先进的阿姆斯特大楼 这里头居住人 其实都是很有选择性的 他们完全可以住到大楼 可是他们开始宁愿住到 一个巷弄的 一个低矮的房子 人跟都市尺度的关系 可能在中间是 很值得推敲的 是 而且在居住上头 除了高楼大厦 我们是不是能够有 不同的选择 其实城市 当然在过往 我们还是有一种 以科技为基础的 一种炫耀性 高楼通常会拿来当作炫耀 因此居住里头 透过高楼 会有一种光荣感 但是真的住在高楼 是那么好吗 这个问题 开始慢慢被思考 其实在整个城市 历史的城市发展里头 主要城市个性 就是居家 然后跟一个街道 你的街道 其实像是你的社区 活动范围 对 你透过你的街道 形成一种 大家共属的一种范围 互相认同的 大楼的关系 把这个打破掉了 你基本上 你大楼里的人都未必认识 走出门更没有 你没有一个认同的 另外一个就是 因为街道 它比较窄 所以它速度放慢 然后你人在中间 可以感知到环境 你可以感知到附近的地方 譬如说一花一草 你可以注意到每天的变化 那种会形成 你跟环境的一种 互相的认同跟共俗感 这个其实都是 蛮重要的事情 我想这个片子 其实是提醒我们 究竟到底怎么样的居住环境 是未来21世纪 我们可以选择的 而且其实像这个 他们这个湾区 如果说不是做一个 海湾的需要 它那些地 它大可以去把它填起来 可是它却把那些水稻 去流下来了 它另外让我们去 思考选择的就是 海湾它可不可以 是一个绿地 我想这样子的也是 一个很突破性的 一个挑战上的思考 在20世纪 我们城市的转换 非常快速 有一些最早设定的 比如说台北游泽 华山等等的 它隔了20年 隔了50年 它整个使用性就转换了 我们在转换的时候 其实可以更开阔的去思考 未来我们要面对什么 它曾经它也许是一个工厂 但它未来可能会变成一个 植物的花园也有可能 就是我们对城市的想象跟定义 在这不断的更新跟转换中 其实是充满了挑战的 而且我们也挑战 我们对于未来的视野 荷兰人也很有趣 如果在一个这么地下人愁的 这个地方 我们台北人就是 很直觉地想到要住高楼 可是他们确实喜欢一个 比较低矮的建筑 那就会面临到说 可能所有的房子 都会变成长长的 那他们就引进了一个天井 这样子的概念 看到那个天井好亲切 尤其像我们有在大西老街 走进那个店铺里头 就看到有一方阳光 就是落在这个房子的一个中间 所以其实天井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又重新再回到一个 新的建筑与会头 我想天井这个是 我们大概在台湾的人 或东方的人 其实都很熟悉 到大道城那一带 我们都还可以看到这些街屋 它这种街屋的行程其实跟荷兰现在好像在21世纪提出了一个新的答案 我们在大西就曾经看过的街道的公共性 但是街道是舒服的 你会觉得在里头你不会害怕 你充满了危险感 或者太高有压迫感 你会觉得很自然 然后有很多活动 所以你会感觉到人的环绕跟事情的发生 台湾的通常临街可能还有一些商业行为 那这实际上会带动一个街道的一个人气跟人味 然后进来到第二层你才进到一个安静的居家 那这居家中间就用天井带进自然 包括这自然当然最重要的就是阳光空气以及植物 那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 就像一个肺在房子中间 那这其实是非常亚洲的 非常东方的 可是我们在荷兰这个岸子里 我们看到他们开始用屋顶做天井 那这是非常有趣的一种 可以说是呼应吧 是 而且非常希望说我们以前小时候的一些回忆 可以重新再回到我们这些现代建筑的空间里头来 是 我想小小的一个天井 可以让那一家人觉得多么的安静跟凝聚的一个空间 所以那个天井是有一种 我们这个传统建筑里从那个天井 它有一种内聚的一种而且安定的力量 其实这就是家庭最重要的一个功能 那在影片中我们另外看到一个 比较大量体的一个建筑 就昵称为金鱼屋 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建筑本身就 美学来讲不会特别的惊艳 可是在听到它怎么样去配合它的这个天际线 其实它是有巧思在里头的 那是不是可以请老师来帮我们导读一下这个房子 那这一栋在里面看起来是有点特殊 因为跟街屋的整个形式不一样 那街屋它其实是设定给一般的家庭 那所以它可能一户会有八十平这样子 说三层楼 然后是一个完整的家庭 可是我们在规划城市的时候 也许会把不同族群的人 就是切化到不同的区域 那其实在现在的观念就是说 其实在同一个区域里头应该要多样的混合 所以它这里头也希望引进单身的或者小家庭的 所以它是盖一个其实是一个大型的建筑 里头盖了可能将近两百户的小单元 让不同背景的社会阶层的人可以进来 那因为这个整个量体比较大 比较容易造成对环境或对旁边的人的一个压迫感 所以建筑师在处理上它用很多斜的线条 然后是不对称的 让它产生出一种线条的轻盈感 然后用这轻盈感来化解那个大量体造成的压迫感 那我觉得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巧妙的手法 是 而且刚好是一个鲸鱼的形象 好像就是带着这样游进海里的这样子的感觉 从海上看过来也是很可爱的一个鲸鱼造型 在欢迎欢迎着它们这样 是 那另外在影片觉得很有趣的就是 它在里头有做了两座桥 那一开始它的这个设计其实并不符合 现在荷兰的这个桥的设计的一个法令 没想到它就透过一个变通的方式 因为它的造型实在是太美了 用一个艺术品的方式去拿到一个桥梁的 使用的一个执照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这两座桥呢 在现代城市其实在过去100年 在设计桥的时候都是设想桥是为汽车座的 所以整个桥梁的规范 桥梁的该怎么盖 其实是设想车子 不太设想人也更不设想自行车 可是在过去的10年20年 其实整个城市开 我们都开始重新思考 就是说城市应该回到以人为优先 甚至现在开始鼓励以脚踏车为优先 汽车其实其次 所以在这过程中 其实我们看像伦敦的千禧桥 它也是一个只有人形跟单车的 它不是变气质 这种桥越来越来越多 台湾也有好几个 就是我们只为人 以人设计的桥 那如果为人设计的桥 它当然它 譬如说这个桥 它整个的趋度就比较大 因为人其实是可以走上去 脚踏车也推得过去 可是汽车过不去 所以如果还用旧的法令来看的话 就会跟不上了 这桥好像是不准 即使在阿姆斯特丹 他们设计了两个可爱的桥 给人跟单车过 也遇到了法令的问题 那他们最后选择说 这不是桥 这是艺术品 很巧妙的回避 不过这也反映出 其实时代不只是 时代整个一直在转变 城市在转变 人的观念在转变 设计者观念在转变 因此其实法令也要与时俱进 要不断地自我调整 来配合城市 配合时代 而且我觉得刚看到荷兰的时候 会有一种亲切感 它其实在欧洲 它也是一个比较边缘的 比较小的一个国家 这样跟台湾比较 台湾似乎也是一个 在一个醉人小国 那我们想办法 希望能够发挥 我们自己的创意 那在这个纪录片 你觉得可以给我们台湾的 思考会是什么 我觉得可以感觉到 就是像荷兰跟台湾 确实是很多东西是接近的 在欧洲一个大陆里头 它是个边缘的 好像似乎小的 产生不了什么影响力的 像荷兰建设师 现在在全世界 是非常领先的 他们的创意 他们用他们的创意 然后诚恳地面对 就相信自己 然后不断地自我 往前推进 让他们有在全世界设计界 极高的地位 我觉得这些都让我们感觉到 其实台湾 就算在有点边缘 有点小 可是完全是有机会的 以荷兰为例子的话 台湾的未来 我觉得是可以非常乐观的 我们同样像荷兰人 也是一群很认真 而且很有创意的一群民族 真的是有相当多的机会 所以人的力量是 应该把它发挥在更好的地方 那我们现在来看 另外一个这个案子 波克大 我觉得看到这个市长 就觉得 嗯 它的确是非常热血 而且是非常有魄力的一个做法 那像波克大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台湾人 应该都没有去过 这样子的一个城市 那是不是可以先请老师 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波克大 波克大它其实是一个 已经500年历史的城市 所以它其实是累积的厚度 是很很好的 但是它在这个现代 在过去20年 它实际上 是非常不好的 它的治安很差 经济条件很严重 然后城市里头的贫富悬殊 而且互相的脱离 那这些都造成了极严重的问题 那在影片里头 甚至于好像有提到说 在过去10年20年前 整个城市就好像是被黑道在 把持热一样 是 就是那个控制者根本是黑道 不是 就好像无政府状态 是一个很糟的一个状态 那其实看这个市长 他的这个大大的去改造了波克大这个城市 那老师您觉得他最重要的这个成功关键是什么 对这个市长他其实上任 我们就感觉到他其实他是有一种 就社会关怀的意思 他有一种要追求平等 就是整个全市民都是平等的这个态度 那他在里头他也提到就是说 他意识到他的任期就这么短 好像就两年 然后他们事实上预算不充裕 所以他必须要做一些他觉得最关键的事情 那这最关键的事情其实就反映了他的价值观 他要去做的事情只有他会做 因为其他市长都会做别的事 别的事就是很可能会做一些崇高的宏大的 像伟大的公鸡的宏大建设 可是你在那有限的预算里头上做不了什么的 那他的思考我觉得非常有趣 就是他把我们过去可能在我们在过去一百年 全世界都在努力的改造一个自己的城市 成现代城市的时候 都相信说要做最大的最快的最宏伟的硬体 这就可以使你的城市变成一个非常好的城市 基本上是相信硬体跟科技可以改变城市 那他完全不相信这个 他就相信说要改造人 对城市的感觉 因为他就从人的感觉改变起 在波克大只有15%的人是有车的 85%的人是没车的 他们也甚至没有钱盖捷运 所以他就先做一种快速有效的公车系统 用公车系统来解决城市的交通的问题 同时降低汽车的使用量 然后把剩余的道路挪出来改造开放成给市民可以使用的一个公共空间 就市民愿意走出来到街道上跟人接触 然后是安全 有绿地 有阳光 他可以非常 母亲可以舒服的带小孩出来 他基本上就是从 他不做那种科技 宏大街 他是在做 让一个人开始感觉 他对环境让他安心了 他敢走出来 他可以愿意跟别人沟通 他开始喜欢他的环境 他喜欢这个城市 那整个结果下来事实上是很有效的逆转 那这个东西事实上我觉得很深刻的提醒我 全世界大部分城市还是深深的相信科技跟大建设 是 那这个过程中有时候会忽略到其实城市是为谁而做的 城市是为人心做的 可是人心在这个思考过程中常常被忽略掉了 就做了很多宏大街的设计 你根本不知道人心在哪里 科技的这个例子我觉得非常非常棒 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那么严峻的城市环境 然后他有那么少的预算 他只有两年的任期 他却很有效的把它改造成一个温暖的 快乐的一个城市环境 这是非常值得尊敬 是 而且真的印象非常深刻是 他直接就是把一条大路封闭了 然后等到让假日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可以到这一条 大路上头来 应该就是享受生活吧 没想到人与人之间的这样子的互动增加 对于这个犯罪的降低 还有这个自我感觉的提升竟然有这么大的效果 有时候我们都想想 我们花这么多的钱在做这么大型的建设 真的回馈到我们心里面的感受 它到底是有多少 真的 真的是这样 它那条把一个马路 譬如说它每个礼拜天封掉 好像一百公里很长 它除了让人出来 它另外就是透过这条大道 变成人的在里头很舒服 你很愉快的跟人沟通 它是让我们把北边跟南边的 这个平民区跟富人区 同时也 也出了一种平衡 对 消弭了他们的排斥性 让他们那种对立性跟社区 跟社区之间的融合感 也不知不觉让它化解掉 那彼此的疑虑 或者等等了 在这个过程 然后它是一个开放的 因此它同时 它鼓励人出来运动等等的 透过一种市民 进入到户外跟人沟通 把一个你觉得危险的环境 转成一个阳光的开朗的 是真的很了不起 的确 而且它真的是做了一般的政治家 很少会做的事情 虽然那开车的人只有15% 可是它却是掌握着 能不能去罢免它 或者是它能不能去影响 对 主导它的这个 等于是政治生涯的这15%的人 尤其是它把这个路边停车 原来都是乱停的 但是它现在是不可以的 那等于是把道路还给 另外的85%的人 不管政治人通常还是倾向 为今日塔上边的人服务 而且做一些宏大的建设 这比较容易被注意到 或比较对它可能 比较直接的一些帮助 可是像它这样做 为最底层的人做 然后没有做出任何 似乎看得到的宏大的建设 有时候是很危险 你可能就好像什么都没做 就下台了 是 不过它证明说 其实人有效地改变 他们的心理的感觉 反而是可以留着 永远地被留着的 那看完这个 这个波哥大的 这样子市长这个做法 那老师能不能 您谈谈 你自己心目中 这个幸福的城市 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 那两个城市 其实让我都感觉到说 他们最终 他们都开始思考到 城市是为人而存在的 那因此 城市的所有建设 所有的规划 都不要忘记人的感觉 因为有时候 我们在做一些建设的时候 以人为名 其实你常常已经脱离掉人了 那它回到人的根本 然后重新让人跟城市 密切的连结 那这是非常重要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好的启发 那台北其实在这几年 我们也常常听到 从外面来的人 对台北称赞 我觉得台北其实就是 一直是 人跟城市的关系 是良好的 那这个相对于 很多看起来 开发的更快 更进步的城市 在台北你觉得温暖 舒服 尤其走到巷弄里 你觉得非常的自在 那这个可能 在某个观念上 我觉得是跟这两个城市 正在思考的事情 是一体的 它是同样的一个方向 是 我们常常就是在看到 别人的时候 别人的这案子的时候 会想到我们自己 有时我们生活在台北 我们可能把一切 都当成理所当然了 那老师你可不可以 跟我们谈谈 你觉得台北的哪些点 有具备这些幸福的要素 对 我觉得第一个是台北 它其实就是没有 一下子盖了很多高楼大厦 我们在主要的台北 都还是四层楼 低雅的公寓 他们说 甚至于在西区的这些 像是透天的这房子 他们围出来的那种 小小尺度的巷弄 然后台北 台北的人 他基本上 非常的友善 温暖 安全 这个可能是波克大 努力要寻找的 可是在我们这里就存在了 然后在荷兰 他们想要回到 人居住的人 跟街道的关系 他跟他的庭院 跟大自然的关系 这些部分 在台北 我们巷弄里头 几乎都感觉到 我觉得台北好像没有努力去做什么建设 可是不知不觉的 我们似乎已经拥有了一些珍贵的东西 或者说台北就是因为没有太急切的去自我进步 使它保留了一些还不错的品质的东西 应该是从一种量的这种变化 到一种磁的这种变化 对于一种巨大 崇高 就是以让人震惊的那种态度 不去追求那个 而是比较专注于 每个人就照顾好自己的小环境 然后这整个小环境形成一个 舒服的共同的环境 这个部分是 我觉得台北实际上做得很好 台湾整个都做得很好 我最近到台南 我觉得台南是极度迷人的层次 台北人或者是说台湾人 有这样子的思考是很值得开心的 那可是面对现在其实有许多的 像是一些比较老旧的社区啊 大家就会有一些都更上面的一些声音 那我想都更本身 它如果能够去具备这样子的考量 它会是好的 但是如果它再建成这样子的量体 是让人忧虑的 那老师您觉得真的在 我们在做都更的时候 如何要放进这些幸福的元素 让它更具备有一个永续城市的条件 确实 这问题很好 因为台北也从战后到下 我们事实上 这个城市或台湾城市都面临老旧化 我们事实上必须更新 就好像荷兰 它那个荒废的地方就必须更新 那其实在我们选择更新的时候 可以透过今天的两个城市的案例 我们思考到 到底你是要再盖几栋高楼呢 还是你要思考它原来城市的纹理 它那种尺度人跟环境的关系 这个部分也许可以给大型的都更做开发 它可能会是大规模的拆建 大规模的迁移 然后大规模这个社区不见了 同时社区里头原来的人跟人的折垢也瓦解了 这些都是隐形的伤害 所以都更假如是可能的话 事实上可以思考一种就是 原来社区的人原来的尺度 他们熟悉的环境 不要给它做巨大改变 让它在安全上 在生活设施上 在都市环境上 慢慢的自我调整 就不要用铲除了重建 不要以这个做唯一的答案 我想这个迈入21世纪 尤其像刚刚老师提到 我们台湾其实也渐渐面临说 我们都市已经渐渐的老旧 那我们要有一个都市转型的 应该说是机会吧 那我们借由今天这两个影片 荷兰跟波克塔 我们在面对我们城市要在更新的时候 我们能够有怎样的思考跟提醒 因为整个城市发展 到现在的可能全世界 已经有50%人住在城市里 在未来50年可能会到75% 城市跟人居住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那我们有过去100年 这个城市化居住 人家里居住的思考 今天这两个城市的案例 让我们看到说 在我们面对未来的100年 我们人究竟应该如何住在城市里头 它提供了非常不一样的 也许我们再回到一种谦卑的 一种以人为本的一个位置点 来思考城市的发展 就不需要那么宏大 不需要那么激烈地做什么 就是照顾好每一个居住人的身心 让他安定 我觉得如果能这样去思考 就是应该21世纪是更值得期待的 是 而且藉由这个都市的更新 也借着可以做着一些心灵的改革 重新再找回都市以人为本 这样子的一个精神点 那其实像以前我们都是很崇拜一些 可能是代表都市的一些大型的建案 可是能不能让人类的笑容 住在这里的笑容 可以成为这个都市的这个面貌 我觉得这完全就是整个的重点 今天非常感谢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让我们重新对于我们台北 或者是我们台湾未来的都市 有更多的期待 感谢老师 谢谢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 希望下次同一时间 继续收看地球正词 感恩 感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